民进党在昨天晚间就举行了尾牙 包括了主席蔡英文还有苏贞昌都出席了 在晚宴上呢 蔡英文跟苏贞昌两个人互动很自然 而且还并肩坐在一起用餐 打破不合的传言 昨天晚上两个人不断的说话 这说起来的话呢 比一整年加起来的还要多 那么对于谢长廷日前呢 在广播发表说 愿意承担的说法 是不是想要选总统 那么两个人呢 更是很有默契 低调不愿多谈 民主政府党未来的一年 能够更团结 能够迎向盛权劳劳劳劳 人手一杯红酒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带领台下党内重要大咖和党工们 在外牙晚宴上热情敬酒 晚宴开始前 原本坐在主席蔡英文旁边的 是秘书长苏家全 不过晚宴一开始 两人中间变多了 党内天王苏贞昌 苏贞两人避邻而坐 聊天互动自然 还不时匕首画脚拍拍对方肩膀 尾牙气氛非常好 我们希望以后都会 大家看到民进党 是大家团结一致 强谈民进党一定要团结 不过在尾牙这样的重要场合中 前副总统吕秀莲和前行政院长 谢长廷都没有出席 不过谢长廷人没到 话题还是被带到了 前院长昨天在广播节目上面说 如果大家认同他里面 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你的问题超出范围 不过我回答你了很好啊 我都对民进党的每一个人 我都觉得大家都一起来努力 苏贞两人不仅互动好 回答问题也很有默契 必重就轻 总统初选就要来临 即便是轻松的党内尾牙会场 这几位政治大咖的互动 还是外界 注目焦点 中心新闻仰视序高配荣 台北财报报道